大家好,我是財經AmyFound的Jeff 歡迎來到景氣循環投資的第二集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還記得上集我們提過,景氣循環其實有 擴張、趨緩、衰退、復蘇四個階段嗎? 如果還沒看過的朋友,記得回去看第一集喔 那麼繼續上集,這次我們會好好的細談 怎麼分辨四個時期的位置以及經濟的情況吧 其實經濟的好壞,從總理經濟的數據就可以知曉了喔 當你搞懂背後邏輯,你就不會覺得生硬了 我們會以常見的四項數據搭配圖表讓你一目瞭然 第一個就是就業情形 像是失業率、非農就業人口都屬於這一類 有工作才會有消費,企業才會有利潤 第二個是通膨,當一個國家有良性的通膨時 是會刺激整體經濟的喔 所以各國央行都很重視這一項 像很多國家都會訂定通膨的目標 第三就是看企業獲利了 當整體企業獲利增加也代表經濟狀況良好喔 最後就是常聽見的國家GDP 可以縱觀國家經濟的情況 當你能判斷這四個數據的好壞 就能輕鬆判斷景氣循環目前處於哪個階段喔 第一個階段,景氣、生技、蓬勃 處於擴張的階段 此時的廠商持續看好未來的景氣 願意聘請更多的員工或是購買原物料來從事生產 此時會使就業人口持續增加 人人幾乎都有工作也 拿到薪資的大家也會因此增加自己的購買力 在民眾熱於消費 需求增加帶動良性的通膨 此時銷售增加的同時 企業也會從中提高獲利喔 最終帶動GDP提升 經濟的齒輪也加速運轉 所以在擴張階段時 GDP會增加,有良性的通膨 失業率下降或是處於低檔 以及企業獲利年增上升 經濟處於欣欣向榮 接著第二階段 景氣賣入趨緩的階段 這時的失業率仍然處於很低的水平 但廠商開始調整生產步伐 減少聘請新的員工 使得失業率維持低點不再下降 而過熱的景氣也造成通貨膨脹 進一步推升了物價 此時的消費力度開始受推高的物價而轉落 此時的企業獲利增長不如擴張起來的強勁 GDP成長動能也開始趨緩或是下滑 縱觀來看 在趨緩階段的時候 GDP成長會出現放慢 通膨會走高 失業率處於低檔 但不再下探 企業獲利動能停滯或是開始下滑 經濟出現隱憂囉 第三階段 景氣出現危機 進入衰退期了 景氣成長疲弱 伴隨像是2008年 基農海嘯等全球的基農危機 裁員減班石油耳聞 正使得失業率大幅飆升 就會人口下滑 而物價方面 人們擔心未來景氣低迷而減少支出 消費意願開始減緩 使得更多的企業出現虧損 倒閉 陷入惡性的循環 在衰退期 GDP會轉負 民眾所有消費下 物價有可能出現通縮的危機 失業人口增加 企業虧損甚至倒閉 經濟整體看似慘淡 各國的中央銀行在這個情況下 都會舉行重大的寬鬆政策 釋放大量資金到市場 並降低借貸成本 刺激消費與投資 最後景氣逐步回溫 開始復甦 延續第三時期 央耳聞為了救市救經濟 釋放大量資金到市場 宣示寬鬆的決心 並降低貸款利率 使得企業借錢成本變低囉 又使廠商重回投資 再次的僱傭員工 員工賺取新自然消費 經濟的齒輪就可以再一次的轉動了 所以 在復甦的階段下 失業率居高 但不再攀升 通膨逐漸擺脫通縮的危機 而企業獲利的部分 也會因為低利的環境 而有望回溫 GDP成長也開始回溫 經濟的信仰也開始萌生囉 我們把剛剛四個數據 統整在這張圖表 讓你一目了然也方便核對 也別忘記 四個數據是息息相關的唷 緊急循環有四個時期 擴張、趨緩、衰退、復甦 我們利用總經數據來做核對 可以實時自我檢視 目前投資的國家 所處的是哪一個階段 那麼下一集 我們將介紹各個時期 分別適合持有什麼資產 我這才是MFound的Jeff 我們下回見